2021年10月21号,还有一分钟就收盘了 我们先说一下盘面啊,看这个北上资金 持续流入,下午又干进去了 全天,现在将近94亿 一会儿在收盘前一分钟的时候呢 它还会干一大杆 估计北上资金净流入 估计得破百亿啊,就是净流入啊 那它都进哪些了呢 还是在这一坨里面 这一坨都是啥呀 这不都是金融类的吗 要么就是酒,要么就是石油 都是这些低估值的 有人说这个白酒这不算吗 白酒它也是金融属性啊 因为他们我都讲过多次 他们有一大把的现金流 白酒企业都很有钱 他们那些钱都在资本上 而且还得利得呢 也就是它在财产性的收入还有一大块 它也属于财产性的 就这一部分呢 那它就算是金融资产 从金融资产今天涨得非常多 而且呢我们看这个版面啊 这个是创业版 创业版呢走的今天比上证指数弱 但上证指数呢下午这个位置就走的很难看啊 为什么难看 尤其是从一点半开始 我们打到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在这儿 你看下午的时候立即跳水 我们中午在做收盘的时候呢 怕的就是这个 所以当时跟大家指的也是 我说这个位置呢估计是下午开盘就得往下揍 果真干到这儿 实际这个位置就已经打破了一个叫做趋势线呢 这是30分钟级别 这个位置会出现一个顶背离结构 按照30分钟线给大家看一下 来打 这个位置 这不30分钟级别出现一个 这个看写着呢顶背离 在这写着呢 30分钟高点 那么按照换算回来啊 这是以上证指数来讲 下午次从两点钟以后 这一段上涨给它定个性啊 这一段怎么样去区别它呢 我认为下午这一段就是一个又多的嫌疑 这个位置又多 收盘了 你看 现在收盘的时候 北上资金净流入101亿 看 尾盘的时候 它每次都是有将近10个亿的净流入 就是有的资金很神秘 它进的时候不想让别人看 对于它来讲 10个亿可能就是一只股票 明天早晨咱们就知道了 那我们再从这块说起啊 大盘权重指标股在这儿普涨 而且呢 今天纯是在这互盘 你看这里它显示的很明确 3000只下跌 1300只在上涨 那我问你 你手中的个股涨了吗 大家别看股票这个指数上涨得多么好啊 或者是在这还显得呢 有点挺喜人的 或者没跌多少 那我们得拍拍良心 自己在账户上说没说水还不知道吗 今天下午我做了一笔操作啊 就在下午将近两点东附近的时候 我又把家仓了一个 军工 我军工不是有一成吗 原本是踢出去 结果呢 我没踢 挺好的 因为现在呢 别人在恐慌的时候被军工就抛了 你看军工今天它走的属于相对的弱呀 我们从这个位置瞧 军工板块按照涨跌辅排行 你看这军工它属于下跌当中的呢 在这里面看着 还有这儿你看 这些个航空 这不都是军工吗 跌幅榜 除了半导体就是军工 它跌得最多 那么我逆势加仓军工 加了将近一成的仓位不到 现在我总仓位剩不到三成 我今天早晨到下午的时候 不就是两成仓位吗 由于今天你看跌了这么多 好多人都问我 给私信问我 说帮主 你咋能总是在 这大盘在处于这种 岌岌可危 或者是要下跌之前 你怎么总是能把仓位剪下来呢 这个我在早盘跟大家做讲解的时候 还有中午的时候 我们解盘的时候不也说了吗 这个就是一个盘感的问题 就是多年以来的经验 昨天我们讲的就是 说在这个位置呢 大盘呢岌岌可危 今天中午我给这又继续讲 说现在这个位置 就是中午还没跳水的时候 咱们现在说啊 中午在没有出现跳水的时候 我讲的就在这吗 咱们收盘之前讲的吗 说在这个位置 那可是很危险 换句话讲 在这个位置呢 已经形成了一种叫什么呢 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状态 事出反常 好几个现象反常 首先的一个反常 咱们先看 以昨天跌幅榜居前的不是煤炭吗 而且煤炭昨天是属于 煤超风的状态下 你看前天涨完之后 昨天直接来一个大跌 而且今天呢 又很多票出现了涨停板 你说这折腾啥呢 这不就是折腾吗 折腾就证明腰 腰事出反常 你就必有腰 那么我们反的推 说现在就是一个反常现象 反常现象 这是昨天判断出来的 所以昨天呢 股票在高位的时候 叫我都减了 我现在 昨天的位置剩两成 今天下午加了一些 现在还不到三成常位 回头呢 有私信问我呢 我还得单门 在周六的时候啊 我单门讲一堂 关于如何在高位上 我们怎么能判别 说这个位置呢 到底是不是一个 奇异的现象 就是有没有腰 有没有这些个不好的现象 今天和昨天 尤其是昨天反映的特别强烈 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呢 我批着扶着摆那个个股啊 干脆我减的就剩下两成常位 将近还不到呢 今天加了一成 才将近三成常位还不到 加军工为什么加呀 你说假如在这个位置 大盘跌下来了 咱们再看这啊 按上天指数说 你说在这个位置跌下来了 难道不应该加吗 个股也是 咱那个军工呢 他下来了 下来之后 咱接下来多么好呢 买在阴线 明天上涨 连踢我们再打 都可以 那么就算是明天 假如在这个位置 咱现在衡量 现在是一个又多的嫌疑 三千只下跌 一千只在上 一千三在上涨 能说它不是一个这个又多嫌疑吗 这是第一个 我说的 咱们刚才讲的是煤炭 煤炭的腰 第二个 咱说它又多 在哪呢 以三千只下跌 而且今天上涨的呢 大多都是金融概念 金融 煤炭 那么看这里面显示的都多强烈呀 还有部分的地产 地产现在呢 明明是一个挨板子的地方 就是谁有事没事到那都得打一下它 所以地产这呢 暂时难有一个就是向上 而金融这呢 这几天我们看 大金融类透支了它一部分的上涨 也就是今天消耗弹药太多了 你看就连平时默默然的 中国人寿都涨了将近五个点 这就是给那 我们给它强调一个叫 就是给它硬卡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 也就是大盘股强力护盘 金融强力护盘的时候 那么现在就等着一个板块再重新启动 也就是券商 券商如果不全面启动 明天大盘估计还是塌了板子 那好 说个结论 在北上资金强流入 抄了咱们底之后啊 但是人家明天不一定拉上涨啊 而且呢 今天消耗弹药特别多的呢 大家都看见了 并且这几天消息特别多 大多的消息呢 不是说的看一看煤炭价格高啊 就是什么资源价格猛 总之现在大家都在控 就是官方口子 就是一个一口径的要 把这些物价控制好了 要控所有的东西材料上涨的话 那么光指着大金融类在这上推 什么金融房地产 还有一些白酒什么的 咱就不说白酒了 咱就指这些大金融低估值的 低估值的道理 它们为什么低呢 就是所谓的成长性差 它们很赚钱 但是A股 咱们股市讲究的是 可不是看一些个 你成长性有多么好 我们看得有故事可讲 你看宁德时代 咱就说宁王为什么长得这么好 有故事 它一年才多少个利益的利润呢 小不点 充其量数啊 一百多个亿 你可是 你拿出任何一个 就是咱们现在银行股里头 最扎的一个银行 赚的都比它多得多 都得几百上千亿 是不是 所以呢 那为什么如果按照这么赚钱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 那这个就咱们感觉到没有办法 没有用咱们的逻辑去想了 实际的很好想通的就是一个道理 股市相信的就是故事 故事故事嘛 股市 那么在这种没有成长性 给这儿故事可讲的时候 也就是它有上涨 但它并不是讲故事这种题材 它不能说哪个银行股 或者是石油股 一下子把股价干到五百吧 如果现在假如以工商银行现在为例 它要到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按照它现在的市值 一万多亿 要乘以一个一百 那是多少亿啊 那它一个人比中国股市的还多了 对吧 好 结论就是 大盘在这个位置 现在呢尾盘这个 尤其是从两点钟开始到现在啊 是个又多的行为 明天早上到底能咋样 心里头没底 没底怎么办 我就把仓位呢 在昨天的时候我已经降下来了 你看今天三千多只下跌 那是不是我就躲过去了 第二 明天如果说在这儿 要是真是又多的话 一下子明天还是股指交个日 头半小时很关键 如果头半小时大盘要是能撑住 那么还好办 如果头半小时 就是明天开盘前半小时要撑不住 那就很难说该怎么办了 如果说明天头半小时撑不住 我还得 我还得检藏 把今天加今天整不好还得得检掉 好了 现在呢 到底怎么办 明天早晨我们有一个早播报 好 朋友们 喜欢古邦的 加关注 明天到底怎么办 我们早播报的时候 接着说 朋友们 明天早播报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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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